Hello大家好 UFO在美国政府一向被视为绝对机密 近日美国总统川普对于外星人的问题 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回复 随着大量机密文件的被解密 UFO和外星人的神秘光环被渐渐的出局了 真相浮出水面 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半个多世纪以来 美国总统与外星人之间的 邂逅和鲜为人知的惊天大秘密 从目前解密的文件来看 从罗斯福总统开 几乎历人的美国总统都和外星人有着某种联系 1941年12月7日 珍珠港事件爆发了 最终将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然而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两个月后 美国又遭遇另一股力量的威胁 1942年的2月25日凌晨 美军雷达屏幕上亮点引起了一阵的混乱 接着一天串的事情发生了 值班军事就拉响了警报 军方进入了战斗状态 几分钟内 南加州海岸的黑暗天空就布满了搜索的光线和防空炮火 据说那天 洛杉矶全城有数千人在探照灯的光柱中 就看到了那些不明物体 许多报纸对此也进行了大肆的报道 一世界是众说纷纭 防空火爆扫射了夜空将近一个小时后 天亮后人们发现这地上到处都是掉下来的弹壳 但是什么都没有被击落 虽然有报纸声称那是日本飞机 但更多的人相信那天晚上出现就是不明飞行物UFO 这有关洛杉矶全是不满弹药残骸的报告 就被送到了华盛顿 当时执行这项任务的是时任陆军总部参谋长乔治马歇尔 马歇尔在报告中说当时那里有15架飞机 这些飞机的速度变化无常 并且飞行高度也能迅速的拉高 最奇怪的是他们没有投弹 也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此外他还强调那天夜里没有盟具航空队的飞机在空中飞行 1945年罗斯福在任期内的逝世 杜鲁门就成了美国总统 1947年的7月8日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的每日新闻报 刊出了一条消息 称空军在罗斯威尔发现坠落的飞碟 但是美国军方却矢口否认 表示坠毁的仅仅是一个气球 直到今天这罗斯威尔事件的真相依然是一个谜团 随后1952年美国空军大量的接获UFO的目击报告 当时美国各大媒体都在头版上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这不明飞行物频繁的飞离美国上空 甚至大规模的出现着白宫附近 有目击者就声称场面的如同外星人入侵一般 这UFO会消失 而我们派出的跟踪的战斗机 此时是毫无招架之力 最后也只好飞回来了 然后UFO会再次出现 这样政府显得好像我们失去了控制 而且他们根本也控制不了UFO 虽然说杜鲁门对UFO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 在公众面前从未谈及过不明飞行物 但他自己也没有否认过自己与他们有过近距离的接触 1960年11月 肯尼迪当选了第35届的美国总统 说这位年轻的总统英年早逝 也与这UFO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肯尼迪遇刺失望后 人们在总统图书馆内找到了少量有关肯尼迪与UFO的记录 有记录就显示是肯尼迪总统的弟弟 当时的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 将UFO学者的信就拿给了国会评论员 杰罗德福特和空军官员们看过 肯尼迪遇刺是在1963年的11月22号 贝斯前10天也就是11月12号 肯尼迪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时候 曾经愤怒的说 现已查明 总统办公室一直在支持 那个背着美国人民暗中策划的可怕阴谋 我作为总统 在我任期终了之前 应该把这一可怕的事实 向所有的无民公开 他口中所说的这个可怕事实 会不会又是指的 有关飞碟和外星人的事件呢 也许正因为他要公开这个事实 而引来了杀身之祸 1963年11月22号 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了 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就成为美国第36人总统 就是这位总统啊 在美国的UFO研究室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在约翰逊还是副总统的时候呢 1961年9月 他就有关外星人访问地球的问题啊 回复了来自UFO研究者的信件 约翰逊在给他的回信中这样说道 让那位UFO研究者呢 去招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的局长 而不是空军 在约翰逊时代呢 军方啊被要求调查一起呢 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 科克斯堡的所谓UFO坠毁事件 那是1965年12月8日 科克斯堡的居民呢 目击到一个巨大的火球呢 坠落在当地的森林 事发当晚 这一消息就迅速的传遍了整个宾州 许多家媒体的记者呢 奔赴现场想要获得这第一手的新闻资料 军方无一例外的全部的阻止了 夜色渐深 数百名记者呢 与当地居民还在警戒先外守候着 那有些熟悉地形的呢 就准备绕道呢 进入森林中 但都呢未能得逞 这围观的人呢 就渐渐的离去了 直到午夜时分 这坚守观望的人们呢 终于看到了奇怪的一幕 这一辆军队的大平板车 载着那用雨布遮盖的 这样的一个神秘物体呢 飞速的离开现场 于是次日清晨 宾州论坛评论的头版头条上 赫然写着这不明飞行物啊 坠落克克斯堡 军队封锁整个地区 可是到了下午啊 这晚报头条却变成了搜索行动 没有发现任何物体 美国军方做出的回答呢 也同出一辙 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啊 克克斯堡当地的whjb电台的记者 兼新闻编辑约翰莫菲呢 是第一个抵达现场 并且亲眼目睹了神秘物体的目击者 也是该事件的调查者 不过很遗憾他也因此呢神秘的死亡了 卡特总统啊是ufo的亲眼目击者 并且呢与外星人有个友好的会晤 20世纪70年代中期啊 任总统的吉米卡特呢 从公开表示 在当选总统前呢 也就是1969年 他在乔治亚州啊 有目击过ufo的经历 卡特在访谈节目中说呢 一天傍晚 我在学校餐厅外啊 这天呢就渐渐黑了 我们正准备吃宵夜 而我和大约25个人呢在那里站着 突然呢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光啊 从西边天空朝我们飞过来 奶奶就是一团的光团 卡特描述呢 他越来就越近了 飞到松树的上空呢就停了下来 然后开始变颜色 从蓝色变成了红色白色 他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 我们都惊呆了 我们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之后呢他在西边的天空消失了 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东西 那么卡特当了总统以后啊 向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老布什呢 就索取了有关ufo的资料 那么据说卡特呢 曾经在1977年呢 7月消失了将近15个小时 他在这个15个小时里呢 就是秘密的会晤了外星人啊 这一匪夷所思的消息呢 披露于美国官方的ufo杂志 消息来源是一位自称负责总统下班后的 安保工作的一位匿名男子啊 这位男子透露说呢 我在政府工作了25年了 接受过联邦调查局的训练 负责的总统下班后的安全保卫工作 这一段时间以来啊 卡特总统的有些神态反常了心虚不宁 我就格外注意这总统的言行 意外的窃听到卡特总统和新闻助理约迪鲍威尔的一次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呢 卡特说出了这次事件的详细经过 那么据说啊 在与外星人的谈话当中呢 卡特收到了外星人与地球及人类未来走向的强烈暗示 从此便坚定的从事世界和平运动 特别在离任后不遗余力的在几次重大危机关头的挺身而出 里根总统呢是UFO爱好者 那在1987年9月21号的联合国立会上 里根表示如果真的有外来生物的入侵 那么为了明天我们必须现在啊就行动起来 这是世界大国领袖啊 第一次在联合国上呢 对外星人问题进行公开表态 早在1985年12月4日 里根在马里兰呢 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丘夫的会面当中啊 当面提出如果人类面临来自宇宙 其他星球某种生物的突然威胁 双方啊应该共同合作 此后呢 戈尔巴丘夫在1987年2月 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也承认了 在一次秘密会谈当中 与里根呢 有这样一个口头协议啊 万一有怀有恶意的外星人呢 突然进攻我们地球的时候呢 美苏应该联手啊 对付这种攻击 里根对外星人问题啊 如此的关切 也与他亲身经历啊 有关 在他从政之前呢 有一次他与夫人呢 在前往朋友举办的好莱坞的晚餐途中 于高速上啊 遭遇了UFO 他们的车子被一个飞碟呢 拦下来 一个外星人呢 走出了飞碟 告诉里根要离开演艺界呢 假如证捷 夫妻俩达到朋友家的时候 这里根吓得是脸色苍白 不停的颤抖 他向朋友说 沿着加利福尼亚海岸行驶期间呢 遭遇了UFO的追赶 1974年 时任加州州长的里根呢 在一次飞行途中和其他人呢 一同发现了一束明亮的光 正以45度角高速的发射出去 多年以后 当时的飞行员比尔佩尼特呢 被问到里根总统是否相信不明飞行物 飞行员回答道 那个晚上啊 青年所见后 他怎么能不相信呢 2020年5月 美国五角大楼呢 向纽约邮报证实 政府确实安排相关单位呢 对空中不明飞行物 进行调查和研究 同年9月呢 美国海军公布了三个包含不明飞行物的视频 一份呢 是受于2004年的11月14日 另外两份呢 受于2015年的1月21号 视频中有飞行员就惊呼 天哪 那是什么 此次美国海军对外公布视频呢 也算是美国政府啊 就正式承认了不明飞行物的存在 2020年是庚子年啊 也是佛教所说的末法末节时期 宇宙中很大范围内呢 都出现了极其令人惊叹的天体重组现象 而太阳系九大行星范围内呢 在这近几年来啊 地球呢 曾经几度受到陨石和小行星的撞击的威胁 虽然说最后都是化险为夷 有惊无险 但是在这样一个很大天体的范围内 都是多世之秋的时代 外星人是不是也是难逃其中呢 会不会在不久的未来 会在人类面前真正的大规模展现了呢 各位观众 如果您认为外星真的存在 欢迎您在评论栏里呢 分享您的看法 感谢您收看探索与洞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喜欢欢迎订阅评论转发 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呢 也欢迎您在评论栏里留言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